来超市买点菜 袋子给爸爸吧 咱们买点尖椒 菜买完了 现在回家 前段时间不是说学着炒股票吗 然后就 弄了20万 弄了20万说拿着这20万学去 然后 就买了两只 两只股票 还是在这两个行业领域里边 是做的比较好的两个企业 一个比亚迪 一个万科 拿了 快一个多月了吧 哎呀一看这个股票 也有赚过 赚的时候一千能赚个 好几千块钱 也有赔过 现在一个月了 今天看了看 盈亏 盈亏是负的一万九千多 等于 意思就是赔了一万九千多 一个月时间 哎呀 感觉这一般人的心脏真的承受不了 等会回去跟小月说一下 这么大的事也应该让他知道 菜买回来了 外面太热了 咱们是不是得把锅鸟开开呀 今天下雨我感觉还行呀 这个买了几个皮蛋也是准备弄个凉菜喝点酒是吗 对呀今天有个喜事要告诉你 赶紧说呗 好消息的话你还在这磨磨蹭蹭的 媳妇 告诉你个事 什么事 你别难得过 你刚才不是说好消息吗 难过是什么样子 我前段时间不是做抄股 然后你说 咱们不是还没签好股票啊 还没炒的吗 对呀 但是我当时感觉压迪跟万科这两只股票签好了 我就为了抓住机遇 你跟我上架你就已经自己买了 我拿了20万 你什么时候去买的 我就不知道 网上直接可以买 我拿了20万 然后进去 到现在盈亏付的一万九千多 一万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 买的时候要跟我商量一下 要告诉我 然后呢 还有就是咱们投资的是长线 你买了以后 就不要看不要看 然后三两年之后 让它翻上十几倍再卖 谁让你买完了就看 我也特别难受 你为什么买之前不跟我商量买哪一只 我也真的特别难受 怎么办呀 你现在准备抛了 赔两万你准备抛了 我就说赔两万 今天买一个皮蛋吃吃 然后喝点酒压压筋给你 赔两万你就不抛 你被套着就行了 看看 我媳妇凶不凶 直接开始打我了 我跟你说了 你要天天看 浪费那个功夫 你不要炒肚 一个月时间 赔了一万九千多 那你看一下 没事你不抛 就证明没赔 你抛了的话就赔了 你等他再涨上去再抛 你心这么大 我让你看看我的账户啊 媳妇看看 我原来充了二十万 现在剩十八万多 盈亏一万九千多 今天赔 今天赚了一千七百五十八 但是你总资产少了将近两万 媳妇咋办呀 你们刚才说了吗 你就被套着就行了 不要抛 抛的话你就真赔了 等以后涨上去之后 再把它卖 你这四周以后买东西之前 给我商量一下 买哪个买哪只的 你也太好了 让你再看看 模拟交易 这是你下个那本件弄得玩的 对 模拟交易 这个资产是虚拟的 干嘛你 花时间还玩假的 你知道我为什么玩假的吗 因为我感觉直接把钱投进去 万一赔了 你就是那个不怪我 我心里也特别难受 所以刚好人家网上有虚拟账户 我就说拿虚拟账户试试 赚了的话 我也不是特别难受 赚了还不是特别难受 赚的你也没什么可高兴的 因为是假的 对 然后赔了的话 我会特别庆幸 你也不怎么心疼 对 幸好是虚拟的 如果真金白银的话 那亏两万块钱 确实还有点心疼 因为我买到高位了 把我套入了 没什么意义 它都是假的 你赔了赚了都是假的 还浪费了你的时间 你这跟 打网友有什么区别 其实我 我买了之后 我也没怎么看 就是 我就是一般一个礼拜 大概看一眼 我也不说 看来看去的 就是最近一个月了 我就打开今天看了一下 哎 亏了一万就算了 你别把这假账户了 一点意思都没有 你能不能按咱们以前 炒股的理念 认真地选两只 然后买上几万块钱 那就不管它了 我当时就看好比亚丁 另外壳 得 没事 这个 涨涨跌跌都是暂时的 你要看它长远的一个长线 得 我今天就是庆幸 我买的是虚拟账户 所以我买了个皮蛋 然后喝点啤酒 庆幸你没争亏 对 对 我就这么想的 开始吃饭 我就想不透了 咱们就这菜 你还要开一瓢红酒 咱们马上又要搬家了 咱们把别叫你该吃的吃 该喝的喝 顺便 你是打算庆认一下 你没有真的亏钱是吗 对呀 这是我最终的想法 如果我征经白银 头上十几万 那亏大了 你今天就把我揍死了 估计 嗯 喷一下呗 如果说真的 你下次冻蒸葛真买的时候 能不能轻强跟我说一声啊 不要自己悄悄做主就买了 我肯定如果冻蒸葛的话 我肯定会跟你说 如果万一赢了还行 万一赔了 那你岂不是老说我 还有就是做长线 你别想着是买了以后 一两个月之内 天天的 每个星期的经常看 就像去年那个省得 你感叹没买 亏大了 你要是买了之后 老看老看 没准你根本拿不到八倍 就是你买了 你可能两倍的时候 你就把它卖了 对 咱们还是要长期的去有 投资一个长线 还有就是不要买太多 不要把咱们继续 八十甚至全部都买了股票 万一套住 活得多赚得多 你万一是被套住 或者说咱们做生意 以后需要一些流动资金 进货之类的 你不够用了 然后你想把它卖掉 那你套的时候 它正在低位 你不是要割肉了 然后你又没有钱 就是你要给自己 留出足够的生活预算 土瓜会被给你说 要发烧了 对吧 成功了 还有咱们做生意的钱 你就是拿个少量 先拿个五万左右 不影响咱们收获的这个钱 去投资